我們面臨的情形跟以前會越來越不一樣 首先是國民、選民或者甚至我們的黨員 在我們即將舉辦立法委員選舉提名候選人的時候 我們要辦初選這個階段 很多人會來提供建議,對我們有期待 那麼我們整理一下這些期待、這些建議 最主要的是我們國民黨的候選人方面 希望對他們能夠有更好的一個約束 希望藉由這次的參選能夠塑造一個更團結、更優良 更有民主意義的選風可以期待 那麼他們的內容主要是 第一個,希望我們的參選人能夠作為我們國家、國民的表率 有一個乾淨的選舉可以期待 第二,也希望能夠有個君子之爭 因為國民黨向來大家平常都有百花齊放的這樣的一種習慣 我們樂見大家享受言論自由 對於黨的英心英格、對於國家政策有什麼樣的批評 希望都能夠站在參政的一個角度上 提供給國家、給黨、給執政的黨以及在於的黨來參考 所以平常這樣的規定到了選舉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競爭過於激烈 會產生攻擊其他候選人 或者是惡意攻擊本黨的這種現象 那麼藍軍也特別的舉出來說 這些互相的攻擊造成內部的互黨 或者是對黨的一個攻擊 其實造成黨的形象無端的被破壞 還要來澄清 那這些都是應該在初選當中避免的現象 那麼我們幾經思考呢 也參考目前大家對於這個候選人民主的監督 越來越嚴格 我的趨勢呢 我們也採納這次的 就是對於候選人本身提供的這些表格、文件、證件 他的學經歷呢 我們也應該要有個詳實要求他負責的一個機制 所以就在這樣的思考之下呢 我們本黨就在這次的提名作業期間 我們公布了這些辦法 裡面我們就必須要求我們的候選人 參選人呢 必須要在參選登記的時候 來簽署一份 就是本黨第十一屆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提名登記公約 那公約的設計呢 是補我們 是專門為我們選舉期間 候選人的這些公約的一個約定 彼此大家互相的約定 希望達到一些比較理想的效果 那這次我們在複雜的公約裡面呢 就有幾個比較特別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求他確實的 必須在提供文件、證件 填寫有關的登記表的文件的時候啊 它本身必須要詳實的記載 那麼凡是提出來的必須經過 能夠經過我們真實的討厭 那特別是在學經歷文件上 它必須是實在 而且沒有任何違法取得的這種現象 這是一個我們呼應社會的需求的期待 我們提出來的第一個對候選人 新的要求 其次呢 我們在參加提名作業的辦法裡面呢 本來就有規定說 參選的黨員同志呢 本身不得有損害本黨聲譽 破壞本黨團結 惡意攻擊黨的同志 這些言行情勢 然後也不可以有一個賄賂 期約暴力會選 或者是甚至用不操縱方式扭曲選舉 這樣的一個基本規範 那麼我們有這些以外呢 我們也把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我們特別的加強就是 競爭激烈可期的這些地區 所有的參選黨員同志呢 不要有任意的惡意不實的攻擊 我們的其他參選人 那我們因為這樣的一個規定 我們又產生兩個這樣的一個設計 第一個是我們必須要請參選人 約束自己以及自己的助選人員 把助選人員的行為 視同是參選人本人的行為 這樣的方式才能夠讓整個團隊 不會有違反公約的情形 第二個呢 如果免不了有競爭 那要批評對方或者是參選的同志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覺得如果產生了爭議 那麼我們以前沒有所謂的一個 明白的一個介入 或者叫仲裁調解機制 那麼我們也這次公約裡面呢 有提供給候選人 如果你的言行被其他的參選人 有這個爭議的一個言論出現 那麼這個參選人呢 他可以要求本黨主動介入 我們也可以主動的介入去調解協調仲裁 用這種方式呢 來讓我們黨內能夠把這個爭議 用自家人自家室自己處理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黨內團結的一個形象的一個維護 重點是我們將改革事項納入的這個候選人公約 它是每一個人都要簽喔 它不是你愛簽不簽 或是你可以像不甩賴主席的誠信條款那樣公然來挑戰 這個是每一位我們國民黨參選的同志一定都要簽署的 它既是對黨內同志彼此的承諾 也是我們向台灣社會一個重要的約定 來確保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 都是清白實在優秀的候選人 我們也要在這裡喔 請教一下賴清德主席 您上任之後的改革三件 其實頻頻射到自己人 被外界認為是打高空 形同虛設 還有輪為不需變法 這樣的務虛的改革 只是宣誓意味大於實質意味 現在每天我們看到民進黨的新聞 有很多的民進黨內的朋友 已經開始去登記參選 但我們也看到更多的民進黨內的朋友 不甩賴主席的誠信條款 這是不是意味著民進黨有很多的從政人員 都是沒有誠信的呢 賴清德主席錯誤的改革方式 反而凸顯了民進黨內 有非常多不顧大局 不顧誠信的從政黨員 這樣子請問執政的民進黨 要如何向自己的支持者 向台灣民眾做一個最好的示範呢 我們要看具體個案好不好 如果當時我們是超多的情況發生的話 那想要介入調查 那這個 機制上是這樣 我們是可以硬請求來參與協調 那如果情節到了 我們必須要主動一職權出入 進入參與的程度 我們也會該做 也要做一些負責任的一個採訪 謝謝 市場最嚴重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市場參與英格還是黨紀 如果考紀會這邊是有建議權說 建議某一個人違反公約 違反黨章的規定 或者違反黨紀的規定 那就分成兩個 一個是我們對於 一個違反黨紀 我們進入黨紀的處理程序來處理 黨紀的處理程序 那另外我們在參與作業提名的 這段期間 提名作業期間 我們有建議權 建議不予提名 或者建議慎重考慮 這樣的一個 章程就有規定的職權 那這個辦法 就是我們公佈了一個 提名作業的辦法 也應該就是既有的規定 假設總統有要辦出選的話 那也會有這樣子的 或許是公約的規定 有我們其實也在草泥 參考歷屆的作業 我們也在草泥這個參選 應該有的公約 那我們公約的內容 也會參考當前的需求 還有這些具體的狀況 也會做若干的修正 現在都在作業當中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相有折扣喔